辩家姐妹俩这边议定 那边乡 米舅母心里着急了 米夫人知道的消息 她自然也听说过些 见着陶太太带了女儿来 女儿又秀起端庄 本身也是知书达理 举止咸雅的 便知道是女儿的劲敌 偏偏广德州家中迟迟未有信来 难不成是婆婆与丈夫不答应 若是这样的婚事 他们还要嫌弃 那可真的没法说了 米舅母心交之余 也有几分灰心 次日 陶太太带着陶卓华 在米夫人身边 仆妇的陪同下 往贱南侯府 给张氏请安去了 而米舅母 则恰好在这时 收到了广德送来的第一封信 这是经由赵家六房那位 送信去广德的伙计之手 辗转送上京城的 信里写的自然是回绝 还说了许多 看不上义儿郎的话 米舅母看出是女儿的笔迹 落款却是婆婆 显然家里人都不同意这门婚事 至于那家周童的婚事 米舅母却不大看好 米肚之到底是丢了官的 如今功名也被革了 人家正经官宦人家的嫡子 还愿意娶米玉莲 定是看在贱南侯府的面上 等他们知道贱南侯府 压根就无心照顾米玉莲 将来女儿即使进了门 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其大非欧 婆婆与女儿 怎的就不明白呢 米舅母这次是真的毁了心 一家婚事不成就算了 但看婆婆信中的语气 就知道能被她看中的绝不是一般人家 照着这等规格去给女儿选婿 只怕米玉莲要做老姑娘了 而米舅母在京城 能为女儿谋来的亲时 都难入婆婆的眼 这样下去 女儿几时才能出嫁呢 一家婚事已是不成了 米舅母只好死了心 继继续在米夫人母女面前献殷勤 她其实也非常关注 桃家母女此行的结果 很想知道 那看起来秀气柔顺的桃卓华 是否能如愿米得好姻缘 桃太太邪女上门拜访的消息传来时 赵秀正在公嬷嬷与左嬷嬷跟前听课 今日是公嬷嬷讲起宗室中 辅国将军这一级别子弟的婚礼章程 各式礼服、配饰、婚车、仆从 又是什么规格等等 十分繁琐 近日公嬷嬷一直在讲 不同爵位出身的宗室男女的婚礼规格 横向对比 更容易让人弄清楚其中差异 等婚礼讲完了 后头还有桑礼、万礼、色丽礼等等 有的是规矩要背诵呢 郭嬷嬷没法将所有的食物拿给照秀看 就用精美的图色来示意 务必要照秀记清楚所有的细节 最好是她走在大街上 离着对面另一位宗室成员巴掌员 也能凭着对方身上的礼服 在最短的时间内准确估量出对方的身份 左摸摸今日就是做补充授课的 她给赵秀讲的是本朝所有宗室 父国将军的名字、家室以及婚配子女情况 顺便也提了一下 所有可能会被册封为这一爵位的宗室子弟的名字 以及各家各户里办婚礼时发生过的八卦传闻 去世典故等等 这里头的故事就长了 有三天功夫都未必能说完 所以龚嬷嬷要先讲 讲完了正题再说闲事 所以当赵秀的丫头来报告客人上门的消息时 他们才刚刚讲到礼服的部分 赵秀听说陶卓华来了 心下恨不得立刻就去见人 只是经过了几个月的淑女教程 暂且还按耐得住 依旧维持着八风不动的端庄仪态 优雅而缓慢地转向公嬷嬷与左嬷嬷 露出一个得体的微笑 这位陶太太乃是我们老家奉贤县父母官的夫人 从前在老家时便与我祖母交好 两家时长往来乃是一位亲近的长辈 今日他邪女上门造访 一情余礼 我都应该出面见见 不知嬷嬷们可否容我请一个时辰的假 我去去就来 公嬷嬷与左嬷嬷对视一言 后者笑眯眯地不说话 前者则淡淡笑着回答 既是府上的亲友 这也是应有之一 等我说完这一段 姑娘就只管去见吧 一个时辰后我们再继续授课 赵秀请一个时辰的假 其实只是虚执 没想到龚嬷嬷就真的只给了一个时辰的时间 还是要先讲完礼服这一段内容之后 赵秀无奈 却不好再说什么 只能继续老实听课了 府国将军夫妻的婚礼礼服 倒也不算繁琐 但要弄清楚婚服 平日大礼服与吉服之间的差别 还是挺费事的 更别说 礼服的范畴 还把冠 玉邪都算在了里头 而既然说到礼服 就不能不把配饰 也一并给讲了 等龚嬷嬷讲完所有内容 都快过半个时辰了 但她给的时间 却是把这半个时辰 也算在里头的 赵秀气劫 忽然一笑 淡淡地道 龚嬷记错了 你方才说的是一个时辰的时间 怎的如今 又只剩下半个时辰了呢 如此待刻 却是怠慢得紧 建南侯府 虽然不如宫中讲究礼数 却也没有这个规矩 龚嬷嬷也淡淡地道 姑娘记错了 我方才说给一个时辰 是从说的时候开始算的 如今却已经过了一半时间了 是一待刻 不过是县令之旗 又半个时辰也就够了 赵秀用一种优雅 而又带着几分高傲的眼视 瞥了她一眼 嬷嬷方才 怎能没把话说清楚 授课的时间 就是授课的时间 我既然要了一个时辰的架 那自然是不打折扣的 嬷嬷许诺在先 只怕不好为诺吧 一个时辰之后 我会回来的 说吧 慢慢站起身 优雅地行了一礼 然后慢慢地走身离开了 她知道这听风堂是四面有窗的 眼下正直盛夏 为了通风凉快 四面门窗都全开了 周围的花木又不高 从堂中可以环视花园里的四面景致 所以赵秀不能走得太快 还要维持这仪态 否则被公嬷嬷从背后发现 等一个时辰后回来 再加上方才伴了几句嘴 她定要说叫上半天的 这两位叫尹嬷嬷 倒是不会公然体罚她 但有时候 一些惩罚的方式 并不是通过明显的惩罚手段 施展开来的 赵秀就算有耐心去听人说叫 也要顾虑公嬷嬷在祖母张氏面前说嘴 张氏啰嗦起来 才是真正令她头疼的事 公嬷嬷看着赵秀 用无可指责的仪态离开 眉头却皱得死紧 时间距离赵秀嫁入广平王府 已经一日比一日近了 还有那么多的东西要学 这贱难侯府的大姑娘 怎的就一点都不着急 一个支县太太 就能让她丢下功课去见 以她将来广平王世子的身份 别说是支县太太了 就算是支府太太 也没有资格让她立闲下市 左嬷嬷知道公嬷嬷在想什么 便笑着劝她 那本是她家顾娇 又不是一般的支县太太 自然不能以寻常礼数看待 姐姐何必如此较真 我瞧着赵大姑娘极聪明 学什么都很快 教她的东西也记得牢 平日带你我也是极客气的 不过是半个时辰的功夫 姐姐又何必惹她不高兴呢 公嬷嬷正色道 你我奉了太后之命前来 自当恪守指守才是 即使贵人心有不悦 我也只会做该做的事而已 左嬷嬷倾笑 姐姐太过拘泥了 说到底 那位赵大姑娘眼下只是侯府千金 日后却是太后的嫡亲孙媳妇 是皇家的贵人 我们只是太后身边当差的人 尽力释放了便是 哪里就真能惹人家不高兴了 若把今日之事报给太后知道 太后也不会说赵大姑娘的不是 姐姐可别因为见赵家人客气好说话 就真把资格当成是姑娘的师长了 账口就挑剔来挑剔去的 一句好话没有 公嬷嬷肃然 我哪里是这等不懂分寸之人 我只是担心罢了 这位赵大姑娘敲着李树舟道 可这心里却傲得很 你也是在宫里多年的老人呢 难不成看不出来 赵大姑娘表面上一举一动 叫人挑不出错 实则心里从来都十分的不以为然嘛 她是聪明没错 也有才学 但宗是命负 要聪明与才学合用 太后娘娘何尝不是名门世家出身 进宫几十年 又何尝有过半点傲气 若不把赵大姑娘这股傲气打下去 让她真个懂得了天家的规矩 日后定要闯祸的 她的礼仪是你我二人所交 但有差错 贵人或许无事 你我却是必得受罚的 此时也那些 日后才能省事 我也是为了你好 你怎能反说起我来 索嬷嬷不以为然 她是聪明人 怎会轻易闯祸 真闯了祸 自有广平王府斗着 你我都是快要出宫的人了 操这个心做什么 况且我没觉得赵大姑娘这脾气有什么不好的 她本性如此 太后慧眼 难道还能看不出来 若没有了这聪明与才气 太后还未必瞧得上她呢 我劝姐姐别多事了 咱们只是来教授公规礼仪的 不该咱们操心的 你何苦非要得罪人去 公嬷嬷叹了口气 唉 你到我真想得罪人吗 连你我都能看得出来 更何况是上头贵人 这时候教她个乖 她日后才能少吃苦头呢 别当广平王府体面 她这位世子妃日后就不会受欺负了 宗室里头的长辈们 那是太后与皇上都要礼让三分的 广平王世子妃的位置 有多少人盯着 独她得了去 再没别个能与她相争的 你到那些人日后就不会盯上她 她若学得好了 端庄大方 叫人挑不出错 才能真正得个清静呢 赵秀并不知道两位嬷嬷 在她身后说了这么一番话 等离了花园 确定嬷嬷们看不见了 她就立刻卸下了原本的端庄架子 欢欢快快地向祖母的院子跑去 陶太太与陶卓华今日过来 就在张氏的院子前堂内吃茶 她到达的时候 张氏与陶太太陶卓华母女正聊得兴起 屋中欢声笑语一片 见她进来 张氏还抱怨 怎的这么久 老你陶博木久等 赵秀连忙赔了不是 又说是嬷嬷们不肯放人 张氏笑道 胡说 嬷嬷们素来讲理得很 定是你不认真听课 才被嬷嬷们罚了 赵秀呵呵两声 迅速转移话题 坐下后 她问了陶家母女上经课顺理 以及上海府境况如何 陶太太已经回答过张氏一回 如今便又再回答了一次 张氏还从旁帮忙补充几句 得知陶县令高升上海府通判 赵秀有为她高兴 以她的品行才学 升迁是迟早的事 况且她本是汉林院出身 最多在地方坐上三任官 就该调回京城 入职六部了吧 她这样的官员 本就是以革臣为人生奋斗目标的 陶太太为此非常的谦逊 可不敢这么说 我们老爷读书出世 乃是为百姓利命 我们老爷还常说 在京中那几年 假起来还不如在地方上 一年见识的多 真正想要做点实事 还是要在地方上多待几年 这还真像是陶城会说的话 赵秀心中感叹了一番 从她私心讲 她也盼着陶城能成为革臣呢 陶太太又说起此行目的 远是为了照顾妹妹米夫人而来 张氏对此十分的重视 你来了也好 亲家老爷在任上不能轻动 留着亲家夫人带女儿在京中过活 肚子里又还怀了一个 虽说身边有旧太太在 到底经的事少些 我瞧旧太太那性情 也不像是个有主见的 陶太太来了 我也就放心了 日后彼此都是亲戚 你们也别跟我客气了 若缺了什么只管跟我说 令妹是我孙子的嫡亲岳母 她肚子里怀的是我孙子的嫡亲小舅子 我们不好生照看着 又有什么脸去取那么好的一个孙媳妇进门 张氏诚意全权 陶太太也落落大方 郑重谢过便答应下来 她想得明白 现在可不是说风骨 说客气的时候 她也是子嗣艰难的人 深知妹妹这一胎有多么重要 只要妹妹能顺利生产 又顺利将女儿嫁出去 一时的面子 外人几句闲话又算得了什么呢 不过陶太太死刑上京 还有另一个目的 此时也同样关心 那就是陶卓华的婚事了 她想要跟一家相看 张氏却有些犯难 一家兄弟父亲早逝 母亲病弱 不好出面交际 若要相看 就只能委托一家嫡之的女眷了 说起来 易学士昔日在汉林院 还曾与陶城共事过 两家并非陌生人 但若真的到了那一步 似乎老师动众了些 亲事能成还罢了 若不能成 陶一两家日后相见 未免尴尬 张氏跟陶家母女更熟悉些 略偏着他们 想要让陶太太先见一见 一眼狼 若是陶太太相中了女婿 再跟一家嫡之 提一亲的事也不迟 可陶太太犹豫了 她又不认识人家叶尔郎 张氏无来由 也不好叫人家上门的 这要如何见 况且她私心里 也希望女儿 可以见一见对方 总要让孩子 自个儿心里乐意了 才不会委屈 陶卓华羞红了脸 脑袋低垂不语 赵秀寒笑说道 祖母 若陶太太只是想寻个借口 见一见义二郎 我倒有个法子 容易得很 周华也可以见到人 却不会让对方知晓 陶太太文言一喜 姑娘有何法子 快跟我说说吧 一二郎 易宗魁 本来在明知书馆里 好好地抄着书 同时 尽着工作人员的管理职责 却忽然收到建南侯府的召唤 让他送两本书到侯府去 其实建南侯府的三位主人 都是熟读诗书的 这样的吩咐也是常有的事 当初建书馆的时候 建南郡公夫人 将自己生平所收藏的书籍 拿了大半出来 自家府中 却不曾来得及留下抄本 虽说那些书 都是他平日极少会翻阅的 但如果遇到想要看的时候 常常会叫了人来取 待看完了再送回来 当然 若是书馆从别人手中 得到了郡公夫人 十分感兴趣的书 他也会叫人来借 不过建南侯府的三位主人 都十分的体恤怜下 借去的书都会尽快地看完 又或是尽快炒好一本 就归还书馆 绝不会妨碍到书馆的日常运作 身为书馆主人 这一点权利当然还是有的